疫情三级警戒之后,学生在家线上学习,但线上教学不比学校上课的有趣以及互动,为了唤起学生学习的动力,南开科大老师除了在服装以及教材规划上动脑筋,同时借由热门的APP程式出考题增加趣味性,让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,填补线上教学没互动的缺憾。 疫情三级警戒之后,学校空荡荡,老师面对冰冷的电脑荧幕与学生面对面缺乏互动。 为了唤起学生的学习动力,南开科技大学针对教师进行线上课程学习,运用多元素材与学生互动,并使用多种线上软体吸引学生注意。 我提供一个就是说,我穿非常花俏的衣服,来吸引学生来上课,利用非常花俏的衣服,每个礼拜都不同一套。 藉由这种吸睛的方式来吸引学生,就是定期来上课,使用了一些线上软体,比如说卡户,或Google Meet,或者是Emery。 我们利用很多的这种线上软体的课程,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。 就是让他们就是无时无刻都可以复习、学习、再学习。 有别于学校上课的即时与互动,线上学习课程虽然多元又丰富,但却无法了解学生的吸收能力。 老师利用App程式进行学习评量,提升了线上学习的乐趣。 线上课程,就是互动没办法,就是即时马上的互动。 可是南开老师他有用很多线上软体,课程教学互动,也利用线上工具, 让我们体验跟以前的不同考核方式,然后利用了卡户进行线上小考, 就是觉得很有趣,而且这个进度落后,如果落后的话, 就是老师也可以利用一对一来复习。 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,南开科技大学运用多种线上学习软体与学生互动, 并安排线上名人讲座,充实学生业界相关资讯。 也在不违反防疫规定之下,带领学生进行实务学习, 希望在疫情期间带给学生多元的学习环境与启发。 记者张东仁,草屯镇采访报道。